尼沃尔齐特旺国家公园成立于1973年 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我们抵达齐特旺的第二天早上 乘坐越野车到了河边 然后坐上独木舟 河水不是很深 青城河面上雾气较大 太阳刚刚升起 沿着河水顺流而下 看见岸边一些鳄鱼懒洋洋的晒太阳 一些鸟在树林里飞来飞去 也可以坐在大象背上齐相光滑 但我们一起去的队员都不同意坐起大象 因为大象在驯服的过程中非常的残忍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上岸后开始徒步 公园内植被冒上 苍天大树和攀屯植物缠绕在一起 到处还能见到体积庞大的野屑 鸟类的品种繁多 不经意还能见到珍稀的黑腹蛇体 公园内拥有众多的野生动物 占地面积540多平方公里 是世界珍稀动物印度独角犀牛的栖息地 还有孟加拉虎 19世纪 这是装供尼泊尔及外国贵族首列的禁院 这个心里就是说我的脚不需要 公园里有一个大象养育天心 大约有二十几个大岁 据说亚洲只有两个大象养育中心 一个在斯里兰卡 一个觉得气得旺 一个遗体的肯定 一个略格的肯定 的肯定 只有三个肯定 积序 然后他有机会 一路转移 下午乘坐敞篷越野车前往森林的深处 由于气温不高 犀牛躺在深深的草里 只露出了着和宽大的脊背 我们来的季节也不好 公园每年年底都会在适当的时候燃烧空调 之后就能清晰地看见犀牛 我们在越野车上是特别像 路上随时都能看见军队的士兵在停留 还有几处破旧的军营 因为这里是军管地带 第三天 为了深度探秘气温旺 我们部分队员选择去森林过夜 吃过午饭 带领我们去森林的响岛到齐了 公园管理人员一共有两人 一位是负责人 还有一位就是政府派出的保安 每一会儿给我们送晚饭的人来 我们人手艺根木棍 就是在森林里屠布时最好的自卫工具 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们来到住处 这是一个三层的木楼 有太阳能供电 有非饮用水提供 住宿条件一般 毕竟这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们的祥岛是一位有足够野外经验的管理人员 常常会告诉我们出现了什么野生动物 晚上我们不敢贸然的外出 万一遇到食肉动物 就可能被他们当作下酒菜 这里的蚊虫有多不精 但又不能使用驱温水等药水 因为这样会影响的野生动物 路上多处出现了老虎和犀牛的脚弱 但是就是见了老虎和犀牛 这个小伙子就是政府派过来的这个保安 他保护我们的一些安全 同时对民地进行管理 非常地感谢